她是才女师古兰 又是侠女师剑翘 她原本是三寸金莲大小姐 却忍着剧痛 拉直变形的脚趾 放开裹足小脚 悄悄练习枪法 成了民国第一女刺客 而那些争议至今的重重疑云 为原本精彩动人的复仇故事 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1935年11月13日下午 在天津佛教居士林的佛堂里 男女居士们正今微作 静静等待法师诵经 突然一位女子站起身来 举起一把手枪 朝着一位男居士连开三枪 男居士当场逼命 现场一片混乱 谁也不会料到 被害人竟是大军阀孙传芳 而刺杀者是一位柔弱的千金小姐 这一刻她等了十年 究竟是有多么大的仇恨 竟让手无腹肌之力的大家闺秀 转变成为女刺客 究竟是为了替父报仇 还是另有隐情 她犯下如此重罪 为何会被释放 长期以来疑点重重 争议不断 然而无论真相如何 整个充满戏剧性的行刺过程 可是一波三折 跌宕起伏 这期故事的主人公 名叫施剑翘 原名施古兰 单看这两个名字 一个暗藏锋芒 一个秀雅温婉 这种反差的背后 传达出人物命运的转变 这一转变 源自1925年的一个深夜 山东省军务帮施从斌府中 突然人声嘈杂 传令兵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施从斌被孙传芳俘虏了 是为施从斌的掌上明珠 施古兰心神不宁 彻夜未免 担心父亲凶多吉少 然而残忍的结局 出乎意料 狂妄的孙传芳不仅杀害俘虏 还把施从斌的头颅悬挂示众 此时的孙传芳绝不会想到 他为了逞一时之快 却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也在一个人的心里 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他便是施古兰 曾经安逸的幸福时光转瞬消逝 青春少女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转眼间被仇恨的阴云所笼罩 这场天翻地覆的变故 让施古兰的命运彻底改变 复仇成了他的全部 作为一个弱女子 施古兰一开始把复仇的希望寄托于他人 第一人权是他的堂哥施中成 施中成早年丧父 被施古兰的父亲施从斌养大 自然对施从斌的死深感悲愤 然而施中成官位太低 根本无法与孙禅芳相提并论 于是施古兰鼓起勇气 找到了父亲的上司张松昌 大胆地提出一个要求 提拔施中成为团长 张宗昌答应了他的要求 从此施中成官运横通 一路升至燕台警备司令 成了威震一方的人物 北伐战争期间 孙传芳接连溃伴 施古兰发现复仇的时机到了 然而无论他怎么催促 堂哥施中成迟迟没有动静 此时的施中成早已变了心 他还劝告施古兰断了复仇的念头 面对堂哥的薄情寡义 施古兰悔恨万分 大哭一场 正当他万念俱灰之时 另一个男人的出现 再次燃起了他复仇的希望 他便是施中成的同学 施敬公 有一天施敬公在赶往济南的路上 路过施甲 便在此借助 施敬公非常同情施古兰的遭遇 自高奋勇 要帮施古兰报仇 而施古兰感激不尽 以身相许 婚后跟随丈夫定居太远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两个孩子先后出生 然而施古兰始终不忘为父报仇 施敬公却对复仇之时 不管不问 导致二人矛盾越来越深 1935年6月 此时距离施从斌被害 将近十年之久 施古兰不想再等了 也不想再依靠他人了 趁着施敬公外出的机会 施古兰带着两个孩子 回到了天津 在火车上 他写下了一首诗 一再牺牲为父仇 年年不报 使人仇 痴心愿望 求人住 结果仍虚 自出头 然而一个柔弱女子 去行刺一个军阀头目 谈何容易 但是施古兰 毅然决然地迈出了第一步 他将名字改为施剑翘 接下来 他开始做一种 极其痛苦的手术 那就是把果足变形的脚趾放开 而且要通过多次手术 才能把全部脚趾拉直 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 大部分女性都半途而废了 但是施剑翘咬牙 完成了全部手术 这一关挺过去了 下一步就是用什么工具 去行刺 对他而言 手枪是最好的选择 说来也巧 施剑翘的弟弟有个同学 他买了一把伯朗宁手枪和两盒子弹 寄放在了施架 施剑翘拿在手中如获至宝 他打算用这把枪为父报仇 然而仇人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军阀头目的行踪 可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掌握的 正当施剑翘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个意外的巧合破解了难题 施剑翘从儿子口中得知 班里有个女同学叫孙嘉敏 父亲好像是个大人物 施剑翘敏感地去追查这个线索 经过一番打听 证实这个孙嘉敏 正是孙传芳的女儿 然后顺藤摸瓜 查到了孙传芳的家庭住址 1935年的中秋节 施剑翘在电影院门口 看到了孙嘉敏经常乘坐的汽车 从车上下来一位戴墨镜的男子 此人正是孙传芳 这是施剑翘第一次见到孙传芳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然而施剑翘很难找到下手的机会 孙传芳所居住的英租界戒备森严 实在难以接近 转眼冬天到了 就在父亲遇难十周年忌日那天 悲痛中的施剑翘来到了寺院 为父亲烧纸念经 失声痛哭 这一哭不要紧 意外的事情又发生了 一位和尚过来安慰他 并劝他皈依佛门 和尚说 有很多大人物都已皈依佛门 其中孙传芳现在是居士林的居士 这个名字如同霹雳 激在施剑翘的心头 真是山崇水赴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接下来施剑翘顺利地加入了居士林 然后摸清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 一切准备就绪后 施剑翘准备要动手了 11月13日这一天 天空下起了雨 施剑翘以为孙传芳不会冒雨去居士林 于是他没有带上手枪 只想到居士林碰碰运气 没想到孙传芳竟然来了 施剑翘立刻返回家中 带上手枪 再次赶往居士林 三声枪响过后 孙传芳倒闭身亡 其余人惊慌四散 只有施剑翘异常冷静 一直等到警察把他带走 这起佛堂里的枪击案 顿时轰动了全国 受到了媒体的极大关注 施剑翘成了民国眼中的侠女 在舆论的压力下 国民政府决定赦免施剑翘 30岁的施剑翘获得了自由 结局看似符合民众的期望 然而这起事件却存在着争议 有人提出孙传芳的遇害 绝不是源于替付报仇那么简单 而是由于国民党军统 经过周密策划的刺杀行动 特别是伯朗宁手枪的出现 及孙传芳身边副官的消失 还有冯玉祥与施剑翘一家的关系 所有的机缘巧合存在种种疑点 然而无论真相如何 曾经的才女施古兰 后来的侠女施剑翘 一心拥护共产党 为了人民解放 抗美援朝和祖国建设 做出了重大贡献 本期到此结束 敬请关注使径关金 我们下期再见